第178集 眼看,成都就要到了 甲板上的笑语声已是越来越响 船上的大多数人最后一站都是成都 在他们越来越响的欢呼声中 客船开始减速,开始朝着码头驳出 在靠上码头时,客船晃了晃 终于停了下来 陈嫣一眼便看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仆人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他最是喜欢盛大的排场 喜欢他人的吹捧的 所以这一次上府和阳府 还有萧府等想要讨好他的世家 都派了仆人婢女管事 派了最华丽的马车 还派了自家俊伟而出色的子弟 来到码头迎接于他 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迎接陈嫣的 林林总总约有两三百人 此刻那些人都在昂着头朝他张望 而陈嫣却一点也不想先下船 他不时转过头看向舱房处 在他的期待中 终于舱房处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 然后那个依然戴着纱帽的白衣郎君 在近百人的簇拥下 大步朝码头走去 与所有的人都不同 这白衣郎君身边跟着的 任哪一个都有来头 不是来自洛阳那等天子脚下的官员 便是本身在这八属两地 是一方豪强的人物 因此 他们走在一起 那加起来的气势就相当惊人了 不知不觉中 码头上一静 那些迎接阿烟的人也忘记了他们的目光 一个个不错眼地看向这些人 看向被拥在中间的白衣郎君 而那白衣郎君下的码头时 陈嫣也动了 他扭着细腰 在卷起一阵香风后 风姿绰约地跟在白衣郎君的身后 陈嫣一出现 看向这边的人更多了 这时 走出了几十步的白衣郎君 停下了脚步 他一停步 从码头处便跑来了四五十个 做普通护卫打扮的汉子 他们大步而来 走到白衣郎君面前时 骑刷刷向他一拜 也不等他吩咐 他们站起后 便自发地退后 一直退到众人后面 这些汉子 才停下脚步 束手而立 低着头 做护卫状 这些汉子虽然衣着普通 脸上的笑容也小心着 可那些阳上几家的世家人 还是呆住了 这过了好一会儿 一个华服青年 才哑声问道 那白衣人是谁啊 一个罪是见多识广的管事 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白衣人是谁 四郎 我只知道 这些过来的 像是普通护卫的汉子 我所识得的七八个 都是这成都地下 无人敢惹的杀性 另一个青年 倒出了一口气 忍不住说道 怪不得这些人有点眼熟 这白衣人是何方神圣 居然可以驱使他们 你看丑九 站得那么后面 还一脸欲有熔烟的模样 这白衣人 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没有人能回答他的话 倒是那个四郎 在倒吸几口气后 转过头 朝着一辆马车中的人说道 阿提 要是能结识这人就好了 那陈嫣是什么人 他让你也回娘家 分明就是为了折辱你来的 他是断断不会帮忙的 听说 这白衣郎君 是洛阳来的世家子 如果能得到他帮忙 事情或许会有转机 他说到这里 自私地一笑 伸出手 疲惫地揉搓着脸 上司郎苦涩地说道 我真是病急乱投医了 这样的人物 现在的尚服 怎么攀得上 他刚刚说到这里 便听到马车中的妹妹 颤声道 四哥 你快看他的脸 你看他 是不是有点面熟 上提显然太过激动 积极把车帘一掀后 消瘦了许多的脸上 已是泪水横溢 他一瞬也不瞬地 看着那个 信手取下了沙帽 俊美至极 却也冷傲至极的 白衣郎君 颤声道 四哥 你看看他的脸 是不是有点熟悉 那四哥还是一愣一愣 不太明白时 上提身边的那个婢女 已欢喜得 无以复加地叫道 这位郎君 与卢营有点相似啊 天下哪有这么多 相似的人 这人肯定与卢沙影 有关系 固子固子 我们去求他吧 如果他能帮忙 你也不用被 陈燕那样子羞辱了 在上提等人 低声议论时 一侧的陈燕 那只看着卢营 便在幻想着 与他亲近 进而脸上 春潮弥漫的脸上 这时 对上心心念念的 白衣郎君的面容时 若一块巨石击中 直到卢营 在众人的簇拥下 去得远了 他还无法清醒过来 卢营的住处 地头蛇们早就安排好了 只等他入住 住下后不久 成都的官员们 也知道了他前来的目的 听说他是洛阳来的大官 此来的目的 也只有搜集一下 市集中各日用物品的价格 一些心中有鬼 以为是钦差大臣 驾龄的官员们 同时松了一口气 这一放松 他们都对卢营 友好起来 在看到他仆从如云 走到哪里 都前呼后阳时 更是觉得这人 就是一个来成都 玩耍的世家子 虽然那官职很大 又是实权部门的 可什么市集监察司 毕竟是没有听过的玩意儿 便也不怎么放在心上了 在与成都的官员中 打了几天交道后 这一天下午 卢营刚刚坐下 便有人禀道 上府的四郎 和武尚氏求见郎君 见是不见 终于找来了 卢营把他搜集到的 有关于尚提等人的资料收起 淡淡说道 让他们进来吧 是 不一会儿 一阵脚步声传来 尚提和他四哥的声音 恭敬地传来 见过卢文郎君 卢营嗡了一声 抬起头来 如此近距离地 对上他这张脸 尚提突然激动了 他眼眶一红 整个人像是傻了一样 呆呆地看着卢营 眼睛也不眨一下 那泪水 差点便这样滑下了脸颊 一侧的上四郎 看得自家妹妹 一见得人家便如此失态 不由害了一跳 他白着脸 重重把上提一扯 便想跪下认罪 就在这时 卢营低而清冷的声音传来 五上士 看来有话要对我说呀 说到这里后 他看向急得满头大汗的 上四郎 淡淡说道 郎君 先去门口等一等如何 上四郎一正 转眼 他恭敬地应了声势 警告地瞪了一眼上提后 他这才心事沉沉地退了下去 上四郎一退 卢营便向踏后扬了扬 他垂着眸 抚摸着一块玉座的指针 口中则淡淡地说道 你叫上提吧 在此番来成都之前 我二妹卢氏阿盈 跟我提起过你 她这话一出 上提腾地抬头 看向卢营 只是看着看着 她的唇动了都 目光中隐隐 带上了几封狐蚁 看来 这个好友 是有点认出她了 不过 以卢营现在的面目 她也不怕被人怀疑 何况 她所编造的那身世 也让罗子有意无意地 外泄了一点 本来听了卢营这话 上提是应该大喜过望 向她询问卢营的近况的 不过 因为对眼前这个郎君的 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 向来性子直接地上提 那些违背她本心的话 便说不出口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凤月无边》 作者林嘉诚 演播 太太子 在一阵沉默中 卢营动作优雅地 摩缩着玉指振 淡淡说道 得了阿营的吩咐 又在船上巧遇了 那个叫陈燕的美妇人后 我让人调查了一下 你的情况 卢营把指振放下 慢慢站了起来 她复着双手夺出几步 眯着眼睛 看着窗外的风光 淡淡说道 你们上府 牵涉到了荆州翁氏 购粮案的事 我也知晓了 我已派人前去调查 如果上府清白 我会向陛下陈情 尚提听到这里 蹚得头一抬 激动地看着卢营 她张了张嘴 颤声唤道 阿营 才叫到这里 她似是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 马上喃喃续道 你是阿营的大哥 便也是阿提的大哥 以后 我换你大哥好不好 她泪流满面 掏出手帕 胡乱地试了几下后 上提哽咽道 我们想了很多门路 找了很多人 大哥 这世上只有你和阿营 才是这样 不用我说什么 便早就看到了一切 还帮我想得周全 说到这里 她突然双手无脸 一屁股坐在地上 竟像个孩子一样 大哭起来 在外面上四郎的心脏 猛然一紧 只听得她大哭的 大哥 我好想阿营 我好想好想阿营 整整两年了 她什么也不说 就这样消失了 她如果一直在 怎么会允许陈燕 欺负我到这个地步 外面的上家四郎 听得迷迷糊糊时 卢英转过头来 她看着哭得 像个孩子一样 没有半点仪容的上提 心中暗叹一声 她夺出几步 声音放缓 以一种温柔的 让人舒心的声音 慢慢说道 别哭了 你计较我一声大哥 我就替阿营 给你做主便是 这话一出 上提却是哭得 更悲伤了 她泪水滚滚而下 似乎想借由这次大哭 把沉在心中的 所有悲伤和无力 全部泄了出来 卢英看向上提 心中闪过一丝联系 这上提与从荆棘中成长的 萧燕不同 她家中事大 又一直宠着她 可以说 在出嫁之前 她是交养的憨小姑 很少正面应对 人间的种种险恶 和鬼欲伎俩 直到上提的哭声止息 卢英才低叹一声后 轻轻说道 你那个夫婿五成 非是良配 这次 你家族被荆州翁氏案牵连 实际上与她有关 上提似是被她的话呆住了 坐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卢英看向她 慢慢问她 她在外 与他人之父勾搭不清 在内嫌弃你这个欺世 这样的男人 上提 你可愿与她合离 合离 上提重复了两遍 她抬起头轻轻说道 大哥 你误会无狼了 她为人端方轻正 很有亲鸣的 我嫁她之后 心还放在王上身上 不曾收回 她也没有怪我 她人真的很好的 大哥 你是不是误会了 卢英转头看向她 她一直知道 一个人认定了另一个人 别人说得多了 她不但不信 反而会对说事的人生出嫌隙 当下 卢英点了点头 淡淡说道 嗯 或许真是我误会了也说不定 暗叹一声 她命令她 让你四哥久等了不好 上提 你先出去 好的大哥 上提站了起来 她转眼看着卢英 想得自家出了事后 四处奔走 却徒劳无功的痛苦 想得这人一来 便站出来 要替自己解去这等大难 不由眼中泪水 又开始汪洋而下 联盟逝去泪水 上提眷恋地说道 大哥 你真与阿盈一样对我好 卢英没有回答 只是淡淡一笑 上提离开不久 卢英便对罗子命令道 江州一地 可有什么人才出众 擅长运男女之道 混迹轻柔的浪荡子 罗子虽是不明白她的意思 还是恭敬地硬道 有的有的 好几个呢 尽快把他们都叫过来 我有用 是 在罗子奉命 紧锣密鼓地去安排时 卢英则带着那些下属 开始朝成都的各大市集中跑 远远望着卢英 出出入入的马车 停靠在街道角落出的 一辆马车中 传来一个女子 迷柔动听的声音 她也叫罗文呢 四哥 这几天 你可有打听清楚 看明白这个人了 他长得 与卢氏阿盈相似处不多 可是四哥 不知怎么的 自从见到他露出面容后 我这心里 就奇奇怪怪的 好似 这个卢文 与那卢英 是一个人似的 我也知道 这不可能 卢文在洛阳 这么大的名头 他怎么可能 是一个女子假扮的呢 这时沉烟的声音 不再有半点 烟室魅形的味道 反而显得 十分的冷静精明 朝着卢英的马车 又盯了一会儿后 他喃喃说道 四哥 你不知道的 他还没有露出面容前 我就中意他了 他可是我生平第一次 那么渴望能得到的男人 四哥 你一定要派人接近他 这男人与女人很好区别的 只要让他到青楼里坐一坐 或者送个美人 到他怀中嬉戏一会儿 就什么都知道了 四哥 我家的脑头 一时片刻还来不了程度 我也不好宴请他 这是你得帮我 只要他真是个男子 我一定会让他以后 永永远远 都只属于我一人 陈嫣一口气说到这里后 过了半晌 陈叔的声音才传来 这人来头太大 身边的能人太多 以我现在的身份 只怕约不到他 在陈嫣不免的骄亨声中 陈叔连忙低声下气地说道 阿燕你别生气 四哥会想办法的 那就好 吐完这三个字后 痴痴望着卢营的陈嫣 想到他那俊美冷翘的面孔 想到他那修长挺拔的身形 想到他一呼百怒的威风 想到他那修长贵气的手 突然的陈嫣春潮泛滥了 马车中只听得他轻喘出声 迷软地唤道 阿昌 上提那夫婿五成 不是也到成都来了吗 你马上让人通知他来找我 我这么多男人中 五成最是会舔 我光想想他那舌头功夫 我整个人都酥了